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香蜜竟这么多内幕。 罗云熙费尽心思和杨子合作,杨子却力捧邓伦。 罗云熙凭什么成为香蜜的宠儿? 在香蜜爆火之前,罗云熙一直都是演艺圈的小透明, 没有名气,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扶持, 他究竟怎么得到小于仙观的角色? 其实最开始导演选定的演员并不是罗云熙, 而是当时在娱乐圈已有名气的白静廷, 但白静廷却遗憾退场。 原来当时不仅香蜜向白静廷发出了邀请, 天圣长歌也发出了邀请, 白静廷权衡立弊后,决定选择另一部由超一线演员陈坤, 妮妮主演的天圣长歌,也正是白静廷的拒绝, 才有了导演对罗云熙的相见恨晚。 罗云熙示好润玉的装后,简直敬畏天人, 颜值、气质都与原著里的润玉极为契合, 他就是墨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本人。 当他站到导演面前还没开始表演, 导演立刻就拍板敲定润玉人选就是他了, 还放话罗云熙完全不需要演, 他站在那里润玉的感觉就出来了, 而原著的作者更是说罗云熙就是他想象中润玉的样子。 相密播出后,罗云熙饰演的润玉一角广受好评, 人气甚至超出了难移邓轮, 润玉虽是反派却怎么都让人恨不起来, 观众一边倒得大喊心疼。 不知道小姐姐们是什么时候被罗云熙给勾走的。 反正本宝宝先是被润玉真真如画的绝世美颜所倾倒, 后又因他掀气飘飘, 优雅金贵的打戏彻底沦陷, 从此开始为了他追这个剧的。 不可置否地说, 罗云熙真的把润玉演活了, 甚至看着看着仿佛罗云熙就是润玉本人了, 作为颜粉的我也很难从角色中走出来, 润玉已深入我心, 他不仅颜值气质与原著匹配度极高, 更是将原著里的润玉温润如玉, 金贵优雅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因此受到了原著粉的一致好评。 罗云熙的事业也随着香蜜的热播达到巅峰, 甚至一大批观众都是冲着罗云熙饰演的润玉去追的剧, 罗云熙凭借润玉一脚出圈。 邓伦背后的大佬究竟是何方人物? 香蜜的制片人最早敲定了女主杨子, 而旭凤一脚始终毫无头绪, 杨子便向制片人举荐了邓伦, 可当时的邓伦还名不见经传, 也没有大家熟知的作品, 而杨子不仅捧红了邓伦还捧红了邓伦的好兄弟李宪, 这下你知道杨子的魅力有多大了吧? 香蜜的导演当时考虑两个人要上演一段刻骨铭心的虐恋, 两人相熟或许会有利于他们CP感的形成, 因此导演对于男一的选择, 剧组决定尊重杨子的决定启用邓伦。 导演又发现他参演的《楚桥传欢乐颂2白路远》等都即将上映, 而这几部剧都是被万众期待的大制作, 经过综合考虑之后导演最终愉快地定下了邓伦演男一号。 而邓伦也因香蜜成功跻身一线男演员行列, 之后更是与杨蜜一起录制综艺《密室逃脱》, 和迪丽热巴主演《一千零一夜》, 可谓是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邓伦人员着实不错呀。 因为跟杨子共同演过花, 非花物非物就被杨子举荐给制片, 出演他的男一。 网传邓伦在《欢乐颂2》里能饰演谢彤一脚也少不了杨子的帮忙, 但是这毕竟只是网传, 并没有得到本人的证实, 真实情况谁又能知道呢? 但是邓伦人员好这件事, 小编认为一定是真的, 毕竟已经是大明星的邓伦还不忘在,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参加兄弟们的婚礼, 以至于有网友调侃说, 邓伦一年到头不是在参加婚礼, 就是去参加婚礼的路上。 小编也因此再次被圈粉, 最后呢也希望邓伦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善良中会给予回报, 就像这次因为杨子的一次举荐, 从而走上人生巅峰一样。 随着香蜜的火爆热播, 不仅女主杨子和男主邓伦的人气直线上升, 男二罗云熙更是凭借古偶第一美男的颜值, 和不是润玉本人胜似本人的演技, 征服广大观众, 人气甚至超过女主和男主,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她的颜粉里甚至有一大票是男粉, 由此可见她的颜值魅力可见一般, 人气火爆程度超过男主女主, 毕竟那张世界也绝无仅有, 专为古偶男主而生的盛世美言, 实在让人抗拒不了, 有些人极度也是极度不来的呀。 就算是这样, 依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键盘侠音度生恨, 恶意诽谤罗云熙, 说什么男二润玉在后期, 抢了男主角的很多戏份, 戏份多是因为和编剧关系好等等, 其实这些纯属无稽之谈, 就想问问键盘侠们, 你们看过这部剧吗? 看过原著吗? 就开始恶意诽谤。 因为看过原著看过这部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不仅罗云熙在本剧的戏不多, 而且他在小说中原本戏份很多, 在本剧也都被剪掉了, 所以键盘侠们不愧为键盘侠, 小编对此不再过多赘述, 请大家自己评仔细品。 其实这些诽谤就是源于极度, 因为罗云熙人气爆了, 他把小说里的润玉掩活了, 他真真如画, 经为天人的爵士容颜刻在粉丝心里了, 所以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度, 但我和小伙伴们相信, 罗云熙凭借他超越性别的美貌合数, 十年如一日打磨的经验演技, 一定会继续走花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